台南 台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以前做些人都補充 真的在台灣最多的開發的冷氣 台南的冰點 可能會代表MIT 所以MIT的冷氣就是冰點的冷氣 冰點 30年前 油沒有變到油 跟油燒變到一國電 但是我們要再打招呼 因為我們要走出海外 我們是對一個最小的冷革 到變品的基盤自己開發 甚至夏村民邦自己行戰 可以說是一條龍的行戰 目前在台灣應該自治綠 空調手 自治綠是我們最大的 12年前我們就開始開發變品 也跟日本公司配合 你跟日本配合 差不多六年的過程 買手也是失敗 錢之後是消費 浪費的時間最大 後來也是有在一定的機緣巧合之下 遇到了一群相當有野心的 竹科的工程師們 他們也是發現 台灣的這塊家電 不單單只是傳統產業 它應該要有更好的發展 也值得更好的發展 我們的話 則是要用最快速度 來趕上這個資訊 今天開發出來的話 公司花了三年 它的變頻 演算滑 它的軟體 自動補正 所以它可以用噪音震動 降到最多 它都是最新的設計 也是目前的專利 我在這邊有19年了 大家都是像一家人 在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們老闆他挺堅持說 他要對社會負責任 到目前我在這邊19年 沒有放過無薪假 我覺得是最感動的 真的 今年來說 因為有一些疫情的影響 我覺得MIT這個標章 又更加的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是MIT 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零件 都是我們自產自作的 尤其是台灣也有自己的能力 可以把一間產品 從零到有完全生產出來 我的夢想希望 重點可以走到世界 代表台灣的你們去外銷世界了